生活无处无太极,享受太极,享受生活 侯老师是杨成普式太极拳第四代,看这有标志 下面请侯老师给讲解一下杨成普式太极拳的蓝雀尾 那个侯老师蓝雀尾这个你给我解释一下 杨振基老师说过的就是位置隔队就是劲 现在这个位置,关键是手的位置 对,你看给我看一下,后一重心 腰带手脚扣,这个手不能高了,再捏一下,这就是位置 来,挥衣,带小腰捧,钻鱼带着腰捧,脉嘴 对,捧起,钻腰,再钻,再钻,再钻,钻到正膝 对,鱼,基本上手持不动,然后都是腰再转 打开,轻手打开,按,中间对着,确实按 这就是阳城普式太极拳 首先是有捧劲吧,捧铝,然后动前腰,腰和胯 是吧,手的位置要放对,关键是腰和胯的问题 要转腰,转腰,手不能乱动,手不能乱动 好吧,咱们今天就到这里,欢迎评论朋友们 评论区留言,关注我,带你学习,太极拳,装弓一类的知识内容